歡迎光臨 這裡就是巴黎的城武園 聽起來有這麼多鐘聲 因為已經12點了 我去了四個國家 但其實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特色 我不想去形容建築有什麼特色 但是你會看到 花賴的風格會變得像倫敦的那次西班牙 這是好有雅的建築 除了一些教堂 全部都是這樣做得一事不夠 地和風格會變成這樣 越來越南洋 這就是食物館裡的一個黎薩 他真的有一個牧師在港島 當然他的法文我真的什麼都聽不懂 但是感受一下氣氛 然後後面這一個是一個城水的池 人們就會碰一下水 上下頭濕時間 來到巴黎城武院裡面最有特色的 我覺得都是一些採繪的玻璃 所有教堂都會有這類型的玻璃 但是這個巴黎城武院我覺得是個規模也是很大的 你看到他每一個窗都會有採繪 在一些比較重要的位置 譬如整個教堂最小的地方 玻璃就是最漂亮的 那我沿路走過來就是最遠端的一個端教堂 就是他的背面 其實這些的玻璃呢 比你剛才更加美 然後我們今天下午就來到巴黎的羅浩宮 那其實它也是一個大廣場來的 那它特別之處就是在一個廣場的中心 就有一座金字塔 就是背原名設計的金字塔 就是這樣 然後旁邊就是繼續在羅浩宮的那個保密館 來的 好好笑他們兩個 好笑 剛才可以近一點點看下這個羅浩宮的 最前面這個就是小礙船門 明天會有一個大的 然後這個玻璃的金字塔 是很出名的 我們來的這條藝術橋 就是巴黎很出名的一條情人橋 那這裡有所有誇張得嚇死人 那然後呢 時間關於呢 我又準備了一把鎖啦 這次就拍到了 對了 那麼實在實在 挖了它先 剛剛先 對了 這裡咬了一個位 好可愛 你好 很可愛 這是什麼 好可愛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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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愛 我們來做一個 啊好難掛 掛了啦 看Steven和Wendy啊 哈哈哈哈 我特地找了一個位置在鐵絲網 不用擔心別人的鎖 那就明明有關 然後 然後 嘩炸機 最奇多的畫面出現了 你怎麼樣? 好,我 要怎麼走? 鎖匙呢? 這條 不是這條 我要丟了很多人 這條 等一下 好 我會被警察拉的 我這樣丟 好 真誇張 來到黃昏的時候 我們終於來到這個 艾菲伊鐵塔 好了 可以玩樂一下 來到花燕 比想像中更大 還有 可能是太近的關係 感覺上 遠看好像漂亮一點 還有這個晚上 會亮燈 然後會閃閃閃 還有類似的畫彩榮 香港的朋友 很漂亮 那我想晚上會更漂亮 放心 我們晚上一定會再來 但是 現在 我來 看一看 先 這個位置 是一個觀景台 再上 就有電梯上去插頂 大約是這樣 巴黎鐵塔 怎麼會亮燈的 真的鼓勵不到 它最頂層都有 射燈去射 射 整個巴黎 又來到這個 法國就要吃 法式的晚餐 首先 它的頭盤 我叫了一個 蝸牛 那蝸牛 其實就 它已經去學了 吃下去 味道有點像 辣鴨 很少 就跟香港的 鴨頭不同 鴨頭好像硬一點 又咬厚一點 這個就軟一點 咬下去會吃到軟軟軟的 牛肉 來到了一個 主菜 我們男生 就叫了 這個 法國的 有風 鴨鼻 其實 吃下去 味道有點像 中國的 辣鴨鼻 然後 放湯汁 它 但它沒有 辣腸那種辣味 然後 皮 就輕輕 剪除了 焗除了 這樣 然後 肉質 沒有辣鴨鼻那麼實 可能它煮粒 就鬆散了 然後 它主要怎麼煮 我就不知道 吃下去有風 辣鼻 然後女生 就叫了 烘酒 會牛味 那 牛味有少少 香味 牛是 味道很濃 的 然後 我這個 有少少配蜜桃汁 配點 薯仔麥 這樣 這個 法國的晚餐 很滿意 然後 到了甜品時間 就點了 就點了 一個類似 巧克力心太軟的 椰子 那 它的 外面 有一些 browny's 的質感 比較軟 中間 就是流質的 巧克力 但它又不是 深太軟 整個包著 巧克力 它中間 一開始都已經是 巧克力 漿流質 一點 那 第一次試 深太軟 歐洲的甜品 它是甜品 還有這個 他們三個叫了 一蘑菱拿水糕 加這個 蘋果皮 但我猜不到 蘑菱拿水糕 是這樣的 真正的蘑菱拿 是這樣的 對 香草味 甚至是藥草味 香港的蘑菱拿 是什麼 香油 香精 還有你看到 是黃色一點 的 還有塗的蘑菱拿 是白色的 哈哈 完全是差十個 級別 蘋果皮 就 我應該可以吃到 蘋果皮 這個 什麼特別 我覺得 底會比較厚 它是蛋糕底 它不是皮底 這個 法國的晚餐 相當滿意 是